咱们台湾 我们做年终法会来的人不是很多 因为我了解了一下 咱们台湾岛的法会实在太多太多了 所以是大家的一年里面 未参加各种法会都累得不行了 所以你这么小的一个法会何必的 我们来啊 我们都做了 那都千人万人几万人几十万人的大法会 我们都参加了 你这个小小的道场 你这个小小的这么一个平台做的法会 我何必要参加 这个大家要重视 重视什么呢 就是演戏 演戏是假的 所以我们什么意思呢 舞台上中亏在抓鬼 请问这个穿着中亏的衣服 这个中亏 他是个演员 他会不会抓鬼 所以往往不是舞台上中亏抓鬼 最后是鬼抓中亏 什么演员 就是这个鬼跟他玩呢 你喜欢办中亏下火对吧 那我也下火下火你 所以这个是不是什么道场举办的法会 都可以成功 所以如果不成功的 你即便千人万人 十万人 百万人一起组织的这个法会 一起共修的法会 是不是就能够达到效果 答案是否定的 不是你人多势众 出佛菩萨就听你的 他要有这个沟通的这个能力 什么样的沟通能力 说在良王宝颤中 他规定是特别严格的 就是这个法会需要的缘很多 但是最关键的有两点 一点是什么 主法的法师 一点就是参加法会的圣众 这是两个关键点 当然其他你还有有供品 你还有有什么什么东西 有佛像 有什么遗鬼 有什么 这些也是圆 但是这不是主要的 这不是主要 就像演戏的剧本 谁都可以拿到 那个不是主要的 但是主要的是什么 就是这两点 主法法师 第二个就是参与的圣众 对主法法师有什么要求呢 所以是在良王宝颤里面 它是这样规定的 这个主法法师必须 戒得高远 这里面有两个内容 一个是戒 持戒清戒 第二个是德 德是什么 功德力 他有和诸佛菩萨连通以后 借诸佛菩萨的行愿力 产生的功德力 他也有这个力量的 那这样的法师 这是第一个条件 第二个条件是什么呢 这个官道优微 官道优微 什么意思 优是优明世界 威是微小的世界 那么这要求什么 要求主法师 有什么 神通力 有打开六道众生 通道的权力 和技术方法 这里的官是圣观 不是我们拿着显微镜 不是拿着我们的放大镜 在观 是圣观 是用自己的心 大明之后 引现法界 引现六道众生通连的通道 能够把这些通道的门打开的 有这样的权柄的号令者 那么这就要求这个师父 一定要修炼 他不是光修行 他要炼 炼开自己的火眼睛睛 炼开自己的业障 这个火字边的炼 不是炼习的炼 所以不修炼的师父 他没有下丹田的这把火 这把命火 叫昆达里 他不能够打开地狱门 地狱之门是要昆达里 要有这把真火 才能打开的 然后 他如果的心没有大悲心 没有菩提 他不能打开众生界的门 他不能打开畜生道跟人道的门 我们叫良心火 你要感动 你要让众生去感动 你说的东西 你带的法 带的仪轨 都不能让人感动 他这是个不心动 不心动 人不买你的账 那畜生就更不买你的账了 对吧 那你如果没有观到优微 你连恶鬼道的门 你连恶鬼道的门都打不开 你恶鬼道都去不了 你怎么去打开恶鬼道的门 怎么请出恶鬼道的众生来 怎么去度化它们 大家知道 云南盆解 穆建连 是用自己的神通力 去了这个恶鬼道 见自己的母亲 那你都没有神通力 你怎么去恶鬼道 这观到优微这四个字 是我们选择道场参加法会的 很关键的一个因素 你说戒德高远 谁都说持戒经验 你没看见 谁都说德恨卓著 对吧 高远名气大 很多人名气大 但是后面四个字 观到优微 这就显出主法师 是否有水平 如果主法师没有这个水平 就变成戏台上演戏的一群人 这就很可怕了 说是你参加了多少场 这个观音菩萨 演员装扮的观音菩萨 演员装扮的敲锣打鼓的 这种超度法会 你都是只是看了一场戏 而没有真正的结果 所以我这次刚从槟城来 来之前 你们这去了一趟槟城 一个人家 他的祖上被人下了降头 南洋地区 那些很多地方都有这个降头 结果祖上的降头 没完没了 又降到了他们这一带 儿孙身上 个个都出了问题 出了问题 找了很多的道家的佛家的 这个大明师 那个大明师出了命的 他们建议这样做法会 那样烧纸那样什么 结果都还就没解决问题 后来还是通过网路 看到我们讲的一些 这些实相的东西 他这个听说我去槟城 人家特意从他那个叫什么州 要坐八个小时的飞机飞过去 去见我 这个来求结家 我说那你既然来了 我帮你一下 那晚上一起 刚好我们去一个叫什么法会 就是说你一起参加一下吧 感恩节法会 那还是一个感恩会 还不是一个真正的 就是说是火供 有护魔火供的一个 结果他参加完了以后 长哥的气色全红润过来 并且他这个在做这个感恩的过程中 发现很多黑影子 都从他这个身上都飘走了 他这十分惊喜 震惊 说我这几十年找的好苦啊 找的好苦 是大家不要去参加那些演戏的 敲锣打鼓很热闹 人众很多 你以为就好用啊 那么我们在新加坡的时候 也遇到这么一个事 你们台湾一个很著名的法师 去主持法会 一万多人 结果是这个我还在睡觉 我的一个朋友就打来电话 说师父师父赶紧帮忙 我说帮什么 他说这个某某某大法师来了 你看这一万多人在这搞这个海陆空 这个三七普渡呢 那这个但是没场啊 他知道要有一种那个特殊的感觉 到场到场 你进去以后一定要有一种特殊的感觉 他参加过我们的法会很多次 他说没场啊 我说那你管人干啥了 人家那么大名气 人家有自己的一套 他说哎呀 你可怜一下嘛 这个一万多人啊 这是都不能沾佛光 他们做那个大悲颤法会 大悲颤的这个颤法 我一听说要慈悲一下就没办法了 我说那你别放电话啊 我去一趟 大家要知道法报化三身 化身是真正你要修出来的 他叫静系神 是在自己的身体里面 用气脉明点组合出一个可以独立肉体飞升的一个身体 你活着你要有这么一个身体 你才能够沟通法解 他不是靠一个动物灵附在你身上 然后去做事的 那我就上去了 上去这是谁管的呢 这是他这个你们知道我们这个显态社会是不是有很多人在管啊 有警察有部队有政府一级一级的都有管的 那你觉得那个法界就没人管的 一片虚空一片那个我说了算 对不对 你就觉得没管理者 以前的要做大法会要干什么 提前 一个月或者是四十五天要表作书文上达天庭 我某年某月某日在某地大概有多少人我要参加 我们要举办一次这个殊胜的海陆空法会 把这个黄斧纸一烧送上去了 这是上达天庭 那个有直日神 四乡的 四这个文书的神 送去给玉皇大天尊了 玉皇大天尊一打开 这是大悲颤发会 请批示一下 请转观音菩萨乐师 这是跟你们现在转文书是一样的 观音菩萨一看 这是请我了 带一步圣众 准时复原 天龙八步 天兵天剑护齿 这就眼睛看不到的世界 他的场就下来了 那场就下来了 这个人在下面 他们在虚空间 这个人圣合一 然后组织一场殊胜的大发会 然后这个四圣众也来了 龙天护法也来了 人的冤亲债主也来 六道众生也来 这就十分殊胜了 他一定是有一个场效应在那个地方 所以我这一上去问请示玉皇 我说在新加坡我们这个什么地方有一个这么大的法会 有神书法 人家这个 还怕出错 赶紧玉皇请这个旁边的人去查文书 查有没这么回事 他们说 没有文书上来 不知道 你看你人呢 牛啊 人牛啊 人要做什么就做什么 你到人 那你请佛不是干什么 你不提前请人家 你请人家到你家吃饭 至少要提前送个请帖 打个电话吧 都没有 这一天要做法会就做法会了 结果是我说 那咋办呢 你这个下面那么多人 他说你们人多就了不起 就我说的话 天随顺你们的 你们要怎么 你们follow天 还是天follow你们 我说别这样 慈悲为怀 他说你这个既然是 这个水路 水路这个慈悲水颤 你赶紧去求观音菩萨 他慈悲 他不用提前通告的 这个好 去那边找 你们知道 孙悟空一个金斗云 就又翻去自主林了 然后去找 找了以后 这个观音菩萨果真慈悲 调本步兵马 人马随众 他一动 龙天必动 龙天是天龙八步 答应护他的法的 他一去刑法 龙天就动了 然后就瞬间就没有时间空间就到了 到了以后 这个那边就打来电话了 说师父师父来了 我说真的来了 感觉到了 来了 完了以后 本来阴天一股阳光照下去了 然后有一股能量往那个场上 金光一步 然后瞬间有那种力量起来 我说 我说好 我早晚熬夜 我要睡觉 你慢慢做 大家要知道 我们是经历者 我们知道 不是你人多 人多就了不起 众生界比你们人多得多 你七十二亿算什么众生 三千个大千世界 有多少众生 要诸佛菩萨去关照 第一万人 两万人 几十万人就了不得 你这不是一群小蚂蚁 再多也是一群蚂蚁吗 但大家要知道 要学点真功夫 真连同 真请得到 这个法师很重要 他要有这个本事 要观到有为 那你这样才参加了一次真正的法会 而不是去看了一场戏 而不是跟着去放礼花 热闹了一下